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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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给你回走过的风景 I love it 所有你听过的声音 I love it 忘了谁的中 去寻找我每一空 趁着淡淡色的风 我们驾驭着轻松 寻找大雨的行踪 你给爱的失去恐惧 太奇妙 穿过场内淡雨 几乎被拯救 包括下一秒 被你期待了 来讲过的证据 忘了谁的中 去寻找我每一空 趁着淡淡色的风 我们驾驭着轻松 寻找大雨的行踪 你给爱的失去恐惧 全被追过的话题 话题 都别期待 不愿明天刮风 小雨 都有我在 回忆都再次归零 才明白 Baby I still by your side 没有 再次归零 一路 下一路 一路 又这路 一路 一路 二路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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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执行严格的运动训练 饮食健康 作息规律 吃的那都是人可以吃的有机饲料 这么寸 不是吧 不是我吃牛 都听得懂人话的 你要抓谁吧 绝不挣扎 就知道自己宿命似的 快得一根鸡毛都不会掉的 那么厉害啊 那那赶紧来吧 王总 抓一只 行 看出哪只我来抓 这只吧 这只是吧 稍等啊 好 来 宝贝 来 意外 意外啊 平时不是这样 最安全啊 今天怎么不听爸爸话 来 宝贝 别动啊 别动 我来了 慢点 往哪跑 就这只吧 好 根本没有 亡命 什么 不是 行吗 得吧 一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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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 你没事吧 你们 这 这 这 糟了 顾佳欣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赵总 我 没事吧 这赵总朋友啊 我 赵 这赵总朋友是吧 这这衣服都弄脏了 我那儿有修衣室 咱们去换一下衣服吧 行 行 行 好 抬好了 行吗 行 能动吗 能 放点啊 来 来 你 走 怎么吃 你抱好劲啊 不如 我们转过身去 显得没那么尴尬 那当然 其实有些话我想跟你讲 想说你就说呗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像一个 还没长大的孩子 什么意思 就好像是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 被老师拿走了 自己喜欢的玩具 给了另外的小朋友 而你特别不服气 也特别想把他抢回来 有话说话 别阴阳怪气的 其实你只是享受 抢夺的过程 并不是想拥有 对吧 凭什么我怎么说 你凭什么觉得 自己能给他幸福 年轻 我需要情敌给我指点吧 我也可以给你指点一下 江月现在这个阶段 已经不会再去谈 任何一场 没有结果的恋爱了 你懂吗 许总 不要把自己粉饰得 完美无瑕 你如果真的喜欢江月 那你为什么 一直拖到现在 才跟他告白 两个人的感情 本来就是像一场合作 如果能供赢 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你能给他什么呢 你的淘气 顽皮 莽撞 闯祸 我能给他我的所有 江月想要的 是两个成熟的人 相互协作 相互扶持 一段有安全感的婚姻 一个健全的家庭 这些 都不是你这个年纪的人 能够给的 你能给他的 我都能给他 我呢 看出了你的危机感 但这危机感从哪儿来的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以前不清楚 但我现在清楚了 我现在 我正式向你宣战 小朋友 我没有 小心点啊 这个 好的 给 这个 你定着点 徐总 盖家不错 挺别致的 你说这个 这是好多年前江月送给我的 好多年轻轻 怎么突然痛了呢 这个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做好了 别乱动 徐总 谢谢你送我回来 行 先去忙吧 我不忙 一会儿还要送江月回去呢 江月 我有话要跟你说 嘉欣哥哥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你疼不疼啊 没事 你们两个先回去吧 我留下来照顾嘉欣哥哥就行 我找你有事 下次吧 你先好好养伤 赵总 好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你要说什么 赵总 让两个男人都对你心存幻想 这样真的好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离嘉欣哥哥远一点 你们两个真的一点都不合适 我跟嘉欣哥从小一起长大 他爱自由 最讨厌被人束缚 无论他做什么 我都可以时刻追随着他 他选择骑车 我就做赛车经理 陪他比赛训练 他要继承公司 我就也面试进入公司 陪他一起奋斗 在我的心里 嘉欣哥哥永远都是排第一位的 那你呢 你能为嘉欣哥哥做什么 就连他车祸住院 你都不能放下工作来看他 在你的心里 工作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吧 空气真好啊 你加入还原真的不错 今天的芭蕾舞你喜欢吗 不好意思啊 有机会电话 一个特别难成的女客户 我特后悔把微信给她 没关系 你先忙 难得陪你 工作什么不重要 你还没跟我说 你最喜欢 今天的芭蕾舞的哪个部分呢 话不聊完 明天才可以继续啊 今天有点晚了 我们明天再聊 时间还早啊 这是你家吗 不请我带你坐坐 喝杯茶 男人在你家楼下 说想要喝茶 怎么可能 他才不会单纯的想喝茶 我今天有点累了 你先拥抱告别怎么样 我们来日方长 我们来日方长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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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出轨的迹象吗 我该怎么办啊 一个特别难缠的女朋友 我特后悔把微信给她 老师 我可能碰到了隐形渣男 她说一天都在公司开会 没时间 但微信部署 却走了快一万步 我猜她 肯定出去和别的女孩约会了 宝贝 你愿意和我聊聊 你的详细遭遇吗 我明天有一场直播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想邀请你做嘉宾 你今天肯定累了 别想太多 早点休息 赵总 让两个男人 都对你心从幻想 这样真的好吗 燕燃到底和江月说什么了 网报渣男 确实能做一些话题 但我担心温森狗急跳墙 对你不利啊 毕竟离婚的事还没公布呢 我担心温森的男人 撒谎成性 他被曝光 不会有人再相信他说什么的 只会觉得他在借力操作洗白 你怎么了 今天无尽大菜的 有点感冒 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你不用在这儿盯着了 回去休息吧 顾佳希呢 让他来替你 他在医院呢 出了个小车祸 他没事吧 没大事 两个男人之间 你怎么决定的 你还是要尽快做出选择 不然对你 也会造成负担的 秦云老师 赵总 到点了 直播可以开始了 好 先直播吧 你加油啊 我还等着《爱情报》上热搜呢 放心吧 准备开始吧 三二一 开始 宝贝们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心安和心动的区别 你可以和心动的人谈恋爱 但一定要和心安的人 过一生 心动就像是坐过山车 带给你剧烈的心跳 和横冲直撞的刺激 但心安 就像是坐降落伞 无论你飞得多高 都可以安稳地落地 赵正月 我喜欢你 一个人让你心动容易 但心安却很难 渣男为什么常常惹人爱 那是因为 他们都懂得 让你心动的技巧 所以宝贝们 我的建议是 千万要保持警惕 坏男人会让你以为 自己找到了真爱 其实不过是游进了 海王的池塘 我们今天的直播间 请来了一位特别来宾 也是Love Note的学员 让他来给我们讲讲 他的亲身经历 之前收到这位宝贝的私信 他说自己遇到了隐形渣男 一开始挑不出任何毛病的 实家男友 直到发现他背后的秘密 他长得帅 有品类 温柔体贴 看上去也很有钱 他说 我是他见过的 最可爱的女孩子 可是我们约会的时候 他的手机永远静音 除了他想约我的时候 我是无法在我想见他的时候 见到他的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又没有证据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 这名渣男劈腿的证据 首次渣男呢 我们Love Note则无旁贷 我不方便说出这位渣男的名字 但可以说 他是一名律师 我们用V来取代他 V是如何脚踏四条船的 赵总 APP宣发这边出了问题 怎么了 咱们之前合作的外部公司 因为内部原因 把我们的宣发撤销了 怎么可能呢 我们跟成新的合作 不是一直都很稳定吗 听说成新公司内斗 高层大换血 把所有的合作项目 全都暂时搁置了 但是我们之后的宣发 是为了购物节做准备的 如果拿不出来会延误的话 我们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你先别着急 你找找新的宣发公司 整理好报给我 好的 那我先去忙了 喂 诶 向远 感冒好点吗 下班之后我带你去医院吧 没事 公司处理点情况 我得去处理一下 你别太着急了 先照顾好自己 知道吗 有事打扰了 嗯 好 你好 我是林克科技的赵江月 请问刘总今天有时间吗 我想跟他聊一聊合作的事 抱歉啊 刘总全天都有会 可能没有其他的预留时间 那到几点下班呢 五点半 好 谢谢 你好 我想去十二楼成新公司 不好意思啊 十二楼今天没有预约记 您要不打电话确认一下 或者让公司的人 下来接您上去 好吧 刘总 刘总 您好 我是林克科技的赵江月 我们之前见过的 有印象 有印象 您现在方便吧 我们公司之间 跟您对接的那个合作案 因为一些原因被搁置了 细节我们都聊好了 您现在可以看看吧 我这边有个电子版 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的 那这样 正好啊 我今天晚上和几个广告公司的老总 还有饭局 不如赵总也参加吧 正好啊 这饭桌上 还缺一个调节气氛的女士呢 没问题啊 我这次来 就是想跟刘总您继续合作 刘总不要让我空手而归就行 怎么会呢 赵总 今天通过刘总认识你 非常高兴啊 来 非常高兴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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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啊 您看 难得今天这几个哥哥这么热情 要不 接下来您跟大家打一圈 啊 好啊 好好好 来来 刘总 合作愉快啊 好 多帮我啊 合作愉快 来来来 赵总啊 这句话怎么说着来着 金国红颜 封藏玫瑰啊 不愧是 金董手下的娘子军哪 我看不出来 你这也是酒桌上的女中豪杰呢 刘总给我吃了定心丸 那我肯定得拿这诚意来啊 说到这诚意啊 正好 我这几个广告界的老哥哥呀 他们呢 正想跟你再加深一下了解 咱们现在 一部KTV 正好大家在手摞手摞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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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玩 我 我回去还有工作 别扫大家兴致嘛 好 走吧 我就不去了 赵总 金董和国外那边有个电话会议 需要你参加 这看来 赵总 真的是稍无缓忙啊 那 生意上的事当时 好 你们忙 好 那下回应 赵总 先忙 先忙 嗯 哎呀 什么 哪 预备 继续 继续 你不是在医院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溜出来的 喝点这个 解酒的 我听郑德西说你有事 我就赶紧过来了 看来你在公司的眼线还不少 怎么回事 感冒了还喝酒 命不要了 你怎么回事 可以吗 可以 小小 到了我叫你 嗯 嗯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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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发烧 肚子饿 跟你熬了之后 不要走 所以 我们在 我们别想工作了 你现在需要休息 不是问我帮你整理 好不好 不许想了啊 休息 请你这位工业 葵 温咧 这位工业 不许想 请你这位工业 老婆 想法 必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嘉欣到底什么背景啊? 不会是金冬儿子吧? 我看十有八九 来来来来 顾总好 顾总好 顾总 顾总好 顾总好 你千万别让我妈知道你会知道啊 好的不是 好的好的 赵总 赵总好 赵总好 赵总你感冒好一点没有? 我简单说几句啊 这次我们活动的线下主题是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失恋 我们会征集会员们的失恋纪念品和故事 策划办一个失恋博物馆加分手辅导会 跟会员进行线下互动 赵总 那我们员工也可以捐东西吧 当然了 是会员就可以啊 那太好了 这座活动升级了 场地会更大 所以项目部的人可能要加进来帮忙 赵总 用户捐赠的物品还有留言 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 放在后勤仓库 好 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完成好 明天我们到了现场分工 好的 好的 来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进 谢谢你帮我整理成心的资料 应该的 那个 你的秘密我不是故意发现的 我欠 你生气了 对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得分低的人 这被你判出局是不是 我不想要这样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惨词品吧 我对你的感情 就只是表格上的数据吗 我对你的真心 一点都感觉不到 反而需要那些 有明明的数字来告诉你 什么是爱情 我是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这样的爱无弄 只能活该孤独一个人 还是顾佳欣 你说呢 我说我见你的次数比见江月的都要多 你是真的拿爱情当事业 把事业当爱好 爱情就是我的信仰 所以我为了你的信仰 又要为你做什么呢 这次我是认真来找你谈合作的 请在这份企划书上签字 又有新项目呢 《恋爱联盟企划书》 什么时候做的 我昨天晚上熬了一整个通宵 你出来的 甲方李嫣然 乙方许宁远 合作目标 协助彼此得到想要的爱情 李嫣然将帮助乙方许宁远追到赵江月 我跟你说 我的恋爱雷达告诉你 赵江月和顾嘉欣之间 肯定出现了某种误会 此消彼此 大叔 你的胜算又多了 所以呢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之前那口头上的联盟 不太正式 我觉得你吧 可能会追不到赵总 你就知难而退 毕竟大叔你这个人又爱面子 真是又不是非常的体贴 而且呢 你就总是板着这张脸 很严肃 你看我说你吧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我知道我们都很难 但是追赵就是这样子的 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大叔你千万不可以放弃啊 我没说要放弃 可是我也不会放弃的 我已经打算 再跟嘉欣哥哥表白一次了 还表白 怎么表白啊 保密 等你追到赵总 我就告诉你 我签这个字呢 也不是不可以 嗯 既然是合作了嘛 就得互惠互利 没错 那我的会和我的利 在哪儿呢 第一 我会随时向你汇报 赵江月和顾嘉欣的行程 第二 怎么样 一事两次合作一块 好 喂 靳阿姨 嗯 我是妍然 嗯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回来啦 妈 妈 这个月的生活费 我过两天再给您打过去吧 好 你有急用你就先用 大城市花钱地方也多 没有 我就是先拿出来一部分来交房租 行 等过两天奖金下来了 一块给您打过去 别担心 单位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嗯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这谁家小仙女回来了 我来半天了 饿死了都 累坏了吧 嗯 尝饭啊 齐鸿 嗯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你说 我想 我们俩现在不是一起生活吗 其实可以办一张爱情银行卡 每个月都放一点钱在里面 这样可以支付我们的共同开销 你这又是从什么 拉屋闹腾上看来的呀 其实 刚刚我都听见了 你偷偷付了房租 结果没有钱给家里了 你就别操心了 我有办法 啊 赶紧吃 可是我不想让你压力这么大 我想跟你分担分担 我一个大男人 我连自己爱的女人都养活不起 那怎么能行呢 你就别操心了 放宽了心 你的工资留着自己花就行 我不要 我就要跟你一起努力 我以前是很佛心 因为一个人吃饱 全家都不饿了 但现在不一样 我有你了 我想跟你一起努力 可以了 阿姨 你去开门吧 好的 来 金董 好久没给你吃饭了 是啊 今天我下厨 你来尝尝我手艺 坐吧 好 谢谢金董 来 喝杯 嗯 最近嘉欣怎么样了 嘉欣最近在工作上进步很大 腿上一好就马上回来上班了 有你这位老师 我一点都不担心她的业务 我答应过您要好好带她的嘛 其实今天 我是想以母亲的身份跟你聊一聊她 嗯 你觉得她怎么样 嗯 她很聪明 又很有活力 工作也非常认真 同事们都很喜欢她 对啊 看来你对她有一定的了解了 你是我们林克科技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经理 也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 你还记得你曾经问过我 一个女人要成功 需要具备什么吗 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那我就直接了当跟你说 嘉欣她还年轻 有顽心 对所有事情只有三分钟日度 你不一样 有能力 有魄力 而且前途 无可顾量 客观地说 是嘉欣佩不胜你 秦董 您这话的意思是 你跟她的绯闻 已经传到我这儿了 我们俩没再谈恋爱 那好吧 我希望你可以向我保证 你跟她的关系 直到上下集 我向您保证 之后 我会全身心投入工作 跟嘉欣 只是工作关系 来 喝汤吧 我熬了一个下午了 好 这样的爱无能 真的活该孤独一个人 是不是我的话说得太重了 你不会吧 好 真的假的 赵总 赵总好 赵总和李燕燃在抢咱们公司太子业 是吗 什么假的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神人赢 嗯 赵 赵总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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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团贵公子 霸道少爷爱上我 哎 你们说 顾嘉欣居然是少冬家 难怪他连赵总都拿得下 哎 你说如果是你们两个 是选择赵总 还是选择燕燃 这个话我说 你看赵总那么精明 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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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合适比较容易让人有安全感 可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心动 哪有动力一直跟他在一起啊 你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讨论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是选择合适的还是心动的 当然是两个都要啊 傻瓜 你看 这个爱不闹上都说了 只有合适没有心动呢 两个人会缺乏探索彼此的激情 但是只有心动没有合适呢 最开始可能是干柴烈火 但是长词以往会因为三观不合 最开始的好感 都会被日常的差异戳得支离破碎 最后分开拜给一句 分手吧 我们都合适 所以说 所以说 无论是合适还是心动 都要建立在彼此喜欢的基础上 如果只有心动没有爱情呢 那就是友情 如果只有合适没有爱情呢 那你们两个顶多算是 搭把火锅认的 你们呀 要多跟晏晏老师学习学习 要多跟晏晏老师学习学习 正是为你们操碎了心 真是为你们操碎了心 好 恋爱别那么着急定义 不着急定义 不着急定义 调理不是问题 合拍才是真理 如果天生麻木难以入戏 别管顾着错 好 来考虑找我 来考虑找我 say you love me 你现实陪众密集 我现在告诉你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now I will always love you Now it's your love It's my love It's your love And I need you give me your love Love is true It's your love 和心心动情你告诉我 say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love say you love me I will always love m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恋爱别那么着急定义 调理不是问题 合拍才是真理 若天生麻木难以入戏 别管顾着错 来考虑想我 say you love me 你现实陪众密集 我现在告诉你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now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is your love It's my love It's your love And I need you give me your love Love is true Love is true It's your l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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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没有什么能复当着爱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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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